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绝尽全力采取严格的清零政策 但难以阻止疫情的零散爆发 钟南山先生表示 清零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 如何来解读 而周二 中国商务部印发通知 鼓励每一个家庭 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 生活必需品应对突发情况 对于这一罕见措辞 外界颇多猜测 而在全球方面内 疫情也掀起了一波 全球供应链危机影响深远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北京现场 中国商务部 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 香港现场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燕 连线解读新冠疫情的后遗症 有药可依吗 先来看周延的主动报道 随着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疫情对全球的影响 也已发生变化 对于世界经济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惊扰频传的秋天 美国 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增长 都慢于投资者预期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急速上升 更令人坐立难安 尤其是在美国 而即使在通胀一贯温和的欧远区 10月的CPI年增4.1% 升幅创下13年新高 其中西班牙CPI10月加速扩张 年增5.5% 创下近30年来最大增幅 德国10月CPI年增4.5% 通胀升至28年来新高 德国央行在最新的阅读报告中表示 德国的物价增长 已经处于近30年来最快速度 并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 进一步加速 随后在明年放缓 中国进入10月以来 全国多地菜价持续上涨 个别蔬菜品种升价翻倍 甚至不乏菜比肉味的现象 据中国商务部监测 10月25号到31号 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 每公斤5.99元 上涨6.6% 其中 生菜 西兰花 苦瓜批发价格 分别上涨8.7% 6.9%和6.8% 与此同时 中国商务部近日印发通知 鼓励家庭根据需要 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 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 也引发大众热议 在疫情初期 西方国家开始封城的时候 许多人担心面包 黄油和豆子会短缺 于是掀起了一波囤货潮 将近两年时间过去 全球疫情持续打乱供应链 供求失衡不仅进一步加剧 通胀怪兽 与短缺时代等词语 更是频繁出现在 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 在病毒可能常态化的今天 为了使人们能够照样 一边刷着剧 一边和自己的盘中餐面面相去 如何走好控疫情 和稳经济的平衡物 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必答题 受脱欧及疫情影响 英国全国大约有12万只猪等待屠宰 但养猪业面临人手不足问题 业界警告 大量健康猪仔 可能最终难逃被扑杀的命运 在美国 GDP增长显著放缓 通胀风险越来越高 面对国内此起彼伏的抱怨 总统拜登早前在罗马出席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时候 举行了一场有关 供应链弹性的高峰会 宣布缓解全球供应链塞车的新措施 拜登表示 在制造商 零售业与大部分公民 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下 不能够在没受成规 美国计划向墨西哥与中美洲国家 提供新的金融援助 解决物流拥堵问题 也将协助东南亚国家 简化海关流程 通胀席卷全球 赤字水涨船高 各国如何消化 考验尚未结束 怎样应对新冠疫情后遗症 贸易格局重构 如何勾勒经济血脉的新版图 或兮扶之所以 扶兮或之所福 其实来谈论 新冠疫情的后遗症 可能还是为时尚早 因为现在全球的疫情 进入新的爆发期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 到现在为止 全球累计感染是2.47亿例 然后死亡人数 超过了500万例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的疫情 可以说从边境城市云南瑞丽 从内蒙古 俄金纳奇 到黑龙江的黑河 还有内陆的兰州 和北京上海等地 都出现了零星的爆发倾向 我们有请正在香港的金教授 来解读一下 本轮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式展开 在甘肃和江西都有确诊 如何来看待本次疫情的特点 谢谢主持人 这一轮的疫情 它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中国内地大部分的成人 都已经接种了两针的疫苗 那在这个情况下 即使我们的疫苗 就是它的成效 不一定比得上那个MRI疫苗 但是呢 它还是能够 有这个减缓这个传播 还有呢 就是减少这个超级传播 这些的效果 所以呢 那个这一轮的疫情 它没有出现了一个大的爆发 没有发现了有这个大的 这个超级传播 所以这个呢 是也是新的特点 所以它呢 是这个比较散发性的 是一些小的 一些小的聚集感染 这样的 这个以这么一个特点 但是呢 由于我们的社交距离措施 已经放宽了 所以呢 有一些旅游者 他跨省 这个旅游的这个情况 就一下把疫情呢 带到了各个省 但是各个省呢 它都没有发生了个大的爆发 所以呢 现在是一个 这么一个态势 我想没有出现大的爆发 和各地政府是竭尽全力 采取清明措施 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我们看到 首都北京也出现了疫情 截至2号 已经有累计报告 北京的本土确诊35例 如何来观察 首都疫情的起源 而本次通报中 提及一个词汇叫做 单基因阳性 如何来研判现在的状态 单基因阳性呢 其实呢 它要看它具体 单基因阳性呢 就是说它一般呢 我们检测的时候 是用两个基因 都是一个叫OF1A 一个是N 那单基因阳性的情况呢 如果说它的是那个 那个叫 叫CT值非常高的话 就是说如果 在30多以上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它的传染性 是很低的 这些人呢 基本上呢 不足为律 无论是判定 它们是阳性 还是阴性 再加上呢 有一部分的疫苗的接种者 它可能也会 对这个N蛋白 出现这个弱阳性 那出现这个弱阳性呢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现在不知道 还需要进一步的 那个数据呢 能够来够讲清楚 就是打了疫苗以后 它也是 理论上讲 它也有可能 会出现这个N蛋白 还有一些阳性的 这个N区那个基因里头 这些 是的 我们知道 北京疫情的这个溯源 可以追溯到 这个内蒙古的俄纪纳奇 但现在在俄纪纳奇 病毒的源头还没有找到 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 其实我们如果 回过头去看呢 我们这个广州的 这一次爆发呢 也没有找到源头 所以这一点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是应该是 其中的一个 敲响一个警钟 因为呢 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发现呢 都是在隐蔽传播了一段时间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病例 我们这一次黑河 这次也是这样 广州是这样 南京也是这样 所以呢 说明了我们就是说 还是要十分提高警惕 如果说呢 这个不知不觉中 会造成大的传播 我们现在呢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由于这个疫苗的接种呢 这个条件对于我们是有利的 但是呢 会不会造成这个失控的情况 就是像台湾 像越南这种情况 我们希望它不会发生 我也非常有信心 我们呢 经过这个努力呢 是不会发生 但是呢 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 好的 非常感谢金东院教授 我们再去到北京 有请张建平主任 今天商务部 应该说商务部 11月1号发布通知 那么通知中提到 鼓励家庭根据需要 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 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 可以说这一个罕见措辞 引发了大家争议 也引发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有猜测指 这和当下疫情有关 也有说和台海局势有关的 这样的说法 那您作为商务部人士 对此有何解读 其实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说法 主要是针对当前 我们疫情在局部地区 有些反弹 那么从防患于未然 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 我们要求这些家庭呢 做好相应的这些物资的储备 实际上是有助于呢 万一我们有的居民或者家庭 有了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情况之后 那么是需要居家隔离 有的时候呢 我们有些小区 可能是也需要有一部分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封闭措施 那如果我们事先的能够就 相关的生活物资和一些应急的物品 做到一定数量的储备 那实际上呢 我们的应对呢 就会更加的积极主动 否则的话呢 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很多的这个不便利 那我想呢 关于这个方面的情况呢 也和当前就是一些地方呢 局部出现的零星的这个疾病的案例啊 是关联在一起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媒体和社会呢 不应该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过分的解读 好的 不要过度解读 这是在当前疫情爆发的情况下 也是一个很难避免的情况 大家要加强沟通 确实如此 再有请张建平主任 我们看到现在疫情可以说是零散爆发 当然都不是很严重 相比西方国家是非常轻微的 各地政府是竭尽全力 民众也非常配合 这对但是对民众的生活和当地的经济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对这种 常态化的清零政策 产生了一定的抵抗力 其实呢 我觉得中国呢 在防疫抗疫这个问题上 我们一直是采取非常严格的这个措施 而且呢 我们预防为主 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一直是贯彻了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应该说呢 总体上来讲呢 中国由于疫情是比较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经济社会 恢复正常稳定的运行 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当中 都是做得最好的 而且我们生产秩序的恢复 不仅能够保障我们国内的各种需求 同时呢 也能满足海外对商品和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么当然就是 中国其实从中央 从党要到政府 其实对今年这种疫情的复杂性 还有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当中的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是有充分的这个估计的 所以我们对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 也制定了6%以上 这样的一个比较合理可行的 指导性的目标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今年年底 应该说国家设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他们的预判来讲 其实他们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普遍是在8%以上 那么考虑到中国今年上半年比较好的经济表现 那么我觉得应该说今年的中国仍将是 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火车头 好的 谢谢张建平主任 那么提到清零政策 这依然是中国现在没有改变的国策 再有请在香港的金教授 我们知道新加坡在早前已经采取了和 病毒共存的政策 韩国从11月开始也开始采取这个政策 是因为他们已经无以为继 也可以说是没有其他的办法 如何来看待现在新加坡实施 与病毒共存政策之后的成效 那么您作为业界人士 您有什么评价 新加坡采取了这个与病毒共存的这个政策 它是相当有勇气的 它在这方面做这个先行先事 我们当然就是说 也会看到它的很多的问题 我们也不可能 无论是我们香港也好 还是中国内地 都不可能采取他们这样一个 与病毒共存的一个策略 但是他们在采取这个与病毒共存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以后 所发生的各种的问题 包括民众的心理 但这个无症跟轻症的人士 挤到这个医院里面 希望就医等等这些情况 这是我们看到他们这些情况 从中吸取经验 吸取营养 吸取教训 这是我们就是来正确的评断 分析他们的作为的一个可取之处 包括这个韩国 包括这个新加坡 他们这方面就是取得的经验 教训 还有就是说他们当中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我们需要去进一步的分析 从中我们也可以 吸取一些好的经验 好的一些教训 然后来改良我们自己 现在仍然采取的这种清零这样的方针底下 我们怎么样逐步的在这个兼顾这个生产生活 跟社会秩序 还有这个居民健康 还有这个防疫的需求方面 达至一个平衡 那这一点就是最理想的 是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 以新加坡为例 它是作为最早决定放弃清零政策的国家 它的结果是 立刻的结果是 导致病例和死亡的病例 短时间大幅度的飙升 新加坡每百万人扣 7天平均病例数 已超过500人 是世界上少数最高确诊数字的国家之一 说到现在为止 这个政策是存在正义的 还有待观察 我们再还是有请金教授 我们看到今天 钟南山先生说到了 中国的零容忍或零传播政策 是不得已而为之 您如何来解读 从这个来说 有一部分 我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中国国家非常大 就像一个大船 一个大的航空母舰 它要掉一个头是很困难的 而且就是说 我们各地发展非常的不平衡 有像北京 上海 广州 这么发达的地区 也有一些很不发达的地区 所以我们就是要采取一个与病毒共存 这样的一个方针 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就是我们很容易一放就会乱 那这一点是其中的一个顾虑 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需要的做的是博彩仲家资产 从这个境外各个地区 还有各个国家 他们好的经验 我们都可以拿过来 有一些是可以呢 我们能够呢 能够平衡我们防疫的需要 也平衡我们社会生活 还有这个经济发展 各方面的需要 好 谢谢金教授 再来有请在北京的张建平主任 我们知道 对于清零政策存在的争议 大多数集中于背后巨大的代价 对经济的影响等等 我们看到进入中国 进入十月以来 多地出现一些 令人要注意的经济数字 比如说菜价持续上涨 甚至不乏 这个菜比肉贵的现象 如何来解读这个现象 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背景下 平衡市场供求的关键在哪里 总体上来讲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 在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 它是大体比较均衡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 中国现在的消费物价指数CPI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保持在低位 这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 应该说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那么我们也看到 就是中国呢 无论是农产品 还是工业品 我们的市场供给 是比较充足的 然后市场秩序 也是比较好的 当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目前来讲呢 我们有些个别的农产品 会出现的这个价格的波动 那么这种波动 比如说近期呢 像菠菜 一些小品种的这个蔬菜 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农产品呢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小品种的农产品呢 它冒出来可能会变成这个价格涨幅比较大 市场波动比较大的品种 但是很快呢 经过采取综合的措施呢 就能平移下去 比如说过去出现的这个葱 姜 蒜 还有这次的这个菠菜 但是我觉得它对全局的影响呢 并不大 即使呢是像这个 就是大宗的猪肉的这个商品的价格 从去年到今年呢 也经过了一个新的猪周期 但是大家会看到呢 就是连这样的商品 它在经过价格上升之后呢 经过我们的综合措施 现在呢又回复到了 比较低的这个价格水平 所以我相信呢 就是中国目前呢 我们对农产品还有其他商品的 这种价格的平稳的运行 应该有比较好的这种 调控能力和市场机制 是的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 运行还是相当的有序和健康的 但是在全球方面来说 我们看到经常听到一个词是 全球供应链已经被打乱 可以说疫情的影响还在持续 包括在G20峰会上 拜登就此发布新举措 来改善全球供应链的一个 失衡的情况 包括提供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 新的金融援助 以及协助东南亚国家 简化海关程序等等 其实背后主要是因为 现在很多货品是到不了美国 美国人担心买不到圣诞节礼礼物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 怎么说呢 感慨的事情 您如果来看待现在拜登对于全球供应链改善 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 有没有用呢 首先我觉得美国自己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那么当前就是美国在供应链出问题的过程当中 它的这个港口压迫这个环节呢 是美国问题最大的一个环节 当然这个背后呢 也是美国比如说卡车司机严重不足 还有呢就是港口作业的这些工人严重不足 那么再往背后追究呢 是美国自身在防疫抗疫方面呢 措施不太有利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拿到这个补助金之后 不愿意去就业的人大有人菜 也有呢很多工人呢 担心自己会染疫 那么也不愿意去就业 这样的话呢 就再加上美国的港口设施是非常陈旧的 以及呢这个港口的运作效率是比较低的 有些政策是不太合适的 这些问题呢都已经暴露出来 那至于说拜登现在呢 承诺在国际上啊 给其他国家一些帮助 那我觉得首先这个取决于拜登 目前他的就是钱从哪里来 不要说对外进行资金上的 这个实质性的支持 就连美国自身政府运行的钱从哪里来 还有呢美国拜登政府 他们提出的这种大型的 十年的基建计划 需要巨额的这个资金支出 现在呢目前都面临着 美国的这个dead ceiling 也就是它的这个债务上限 还没有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 那么如果不能够突破这个债务上限的话呢 那你无法筹策到 就是无法去发再发国债 那么就无法筹策到足够的资金 来进行这个运行 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呢 就是拜登政府呢 应该说在嘴上的承诺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观察 它下一步能不能把这些措施呢 去落实下去 真正的去帮助到 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这个运行 主持人 好的 谢谢江建平主任 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G20峰会上提出 主要经济体 需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要避免对发展中国家 产生负面的外语影响 什么是负面的外语影响 我们回来再聊 待会儿见 欢迎回来 新冠疫情依旧肆虐 全球供应链被打乱 可以说世界经济运行遭遇危机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 本来就扮演重要角色 该如何引导企业生产 促进双循环 我们有请在北京的张建平主任 您觉得中国现在对于世界经济 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G20峰会上提出 要避免对发展中国家 产生负面外语影响 如何来解读 中国目前是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核心国家之一 那么我们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的中心 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 已经占到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以上 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基地 当然就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后贸易国家 我们的全球130个国家 它最大的外贸伙伴都是中国 所以应该说 中国对全球贸易 全球经济的发展 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全球经济增长每年30%以上的贡献 是来自于中国 那么今天应该说 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 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 那么发达国家 他们这个货币政策 凭借着就是发达国家货币的优势 那么对全球的资本市场 资本流动都产生着非常大的影响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展中国家 因为它的货币相对是比较弱势的 还有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 他们其实资本市场 以抵抗力也是比较弱的 所以如果就是发达国家 比如说现在它是放水 加大流动性 然后为了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像美元 现在大量的流向发展中国家 那么如果有一天 美联储要缩表 它要收缩流动性 那么很多发展中国家 它的货币可能就要贬值 资本市场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实体经济也会遭遇到 比如说资本外逃 把投资者信心减弱的这些负面的冲击 所以现在我们呼吁 就是发达国家 他们的货币政策要审慎 要更加负责任 而且要通过跟发展中国家 进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沟通 能够减少这种负向的这种外溢效应 从而能让全球经济的复苏 更加稳定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张主任 再有请在香港的金教授 许多国家都开始决定 逐步开放边境 比如说靠流液为主的泰国 从您的角度来看 对这样的做法乐不乐观 这还是非常合理的 就像泰国 还有就是说 最近来说 就是日本的疫情 它也是趋于减缓了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采取一定的放宽的措施 这是非常合理的 也是大的趋势 是 我们看到日本疫情发生性的变化 就是有研究指示 Delta变异病毒 发生一个自我毁灭的结果 那么在专业的角度 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一个报道 就是从它理论上 或者在这个实际的数据上 都是没有根据的 一个病毒 它就是说 经常在发生突变 突变了以后 它那些个 例如它像他们讲的 这个NSP-14 这样一个矫正功能 缺失的这么一个病毒 其实它是不能存活的 或者它存活很差 那你说它这叫自杀 那这一项的病毒 它是不会被自然选择的 自然选择的是会选择 那些传播力强的 能够非常传得快的 像Delta毒株这样的 才会被选择存留下来的 所以它这种 从这个理论上 或者在这个实际现实里面 这个推测都是错误的 好 相信科学 拒绝谣言 谢谢在香港的金教授 和在北京的张近平主任 也感谢您收看 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 我是李科夫 祝您健康平安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